四十一章文道章 这一章就很容易解了 因为我们在讲员练讲的时候 都有这个章节出来 谈到了根气有分为上中下之别 他说上是文道 情而行之 那个根气立的 对于世俗的东西 看的本来就淡 我们在师尊谈道路里面 天然师尊不是讲吗 他有一些人他的根气很立 只是他以前不自觉 那各位前就会回想你自己 他在人家都在 肉中于那些所谓的 外面的一些事情的时候 他有那种 不如归去的一个感慨 他不排斥热闹 但是绝对不想让自己 二六十中都处在热闹的那种状态之下 这些都代表着过去生他在修行的路上曾经打下蛮好的基础 所以别人被那些所谓的武色武音给诱惑的时候 他反而能够淡然存知 这是立根气的人 那大道无形无相 道的好处没有实际深入的人品尝不到滋味的人 你不知道道德好在哪里 后学一直怀着感恩的心 我过去在发医德会道场 我研究了很多的讯文 那很多百分之九十五 几乎是来自技工老师灵坛的讯文 到后来进入宝光绍兴 我们科前人一力倡导经典 后学有机会深入这些经典 然后再把经典研读的东西 跟过去在德会道场读的讯文 去做一个对照的时候才发觉 我们的讯文虽然是这么的白话 但是所有的内容都是圣人在经典里面 不断耳提灭命 尊尊教诲的 我也只有在研究经典之后 才发觉过去研究讯文 让自己在契入到经典的这条路上 有一种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 因为可以前后做一个呼应 我要翻译这一句话的时候 我就会想到先活在讯文里面 就这一段经文做过什么样的阐述 就像你们看的讲道集要那么多本 题目那么多 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 没有一题来自于我亲手堆砌的 不是我去想我去写的 我哪那么聪明啊 几乎都是来自于老师的讯文 所以我很肯定的讲 它是不会有错的 我一再强调 我自己是一个凡夫俗子 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人家分享 我有的就是心得 把自己的过去跟现在做一个对比 让家去体会修到的好处 我前堂课一直在讲 怎么样在自己有生之年 把过去自己不圆满的地方 去做一个调整 我觉得在这一段时间的一个调整之下 确实收到很大的一个成效 何学觉得 我过去最大的一个缺失是在于 我跟我的儿女是没有互动的 我把所有的时间 全部投入在道场当中 我教导儿女有品格的要求 但是我很少听他们讲话 我要求课业 要求品性 不达到我的标准 我当然有我处理的模式 但是我很少去聆听他们的话 这些年代我学会听 听我女儿 听我儿子 我发觉当你愿意听的时候 他们很多话就是不断的出来 所以亲子的互动就特别的好 我有这种感觉 所以我才讲老没有不好 什么叫凡业 什么叫深业 我们喜欢用对比 然后做一个切割 其实凡圣从来不是对比 他即便是相反 他也是相成 你要用圣心去处理凡业 那什么叫做人心处理凡业 一个模式就是我前面所说的 我只会要求 我从来不学会聆听 另外一个模式 就请我所有的力量 放到凡业里面 这两个都不对 尤其到老了 你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凡业上面 它是不对的 是就自己过去的一切作为 觉得有瑕疵不圆满的地方 我们去做一个调整 所以道的一个好是你自己深入以后 你体会出了你就乐此不疲 你永远要别人在你旁边叮咛你 鼓励你 不论我活了三十年五十年 我从三十岁拿着拐杖 我到八十岁拐杖都不能丢 因为你拿习惯了 各位前线那就是悲哀了 什么意思 三十岁犯的错 要别人叮咛我们 因为我们当局者明 到了八十岁看自己 还是要旁观走亲 你不觉得很呜呼哀哉 很让人伤心吗 我看我自己看不清楚 所以学到第一个 学会看自己 你了解天下所有的人 各位前线 顶多你聪明 但是你要知道你自己 你要了解你自己 那才是真正的智慧 所以上根的人 他能够见到别人所见不到的 一个奥妙 我们看到点 他看到面 我们看到表 他看到内 他看得永远比我们来得长远 来得深入 他当然知道道的一个好处 他就乐此不惜 所以你看那个舍利佛目见年 被马胜比丘感化以后 跟随着释迦摩尼佛修行 就忠此一生 都没有改变他的志向 你看那个子贡跟着孔夫子 子贡是商人 见多世广 他跟着孔夫子 他也没有改变志向 你看我们的师尊师母 这两位老人家的修办的历程 我觉得很辛苦 因为过去的人非常讲究明节 那般背负了多少的委屈 可是不论再大的艰难 天德在他们身上张写无疑 那就是义无反顾 这是正确的 这是对的 我坚持到底 我不退 我不退转 那我们也会坚持到底 什么坚持到底 我认为是对的 我坚持到底 对不对 不是你认为 对不对 要跟天理良心 去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对比 我们才看出对不对 所以他们闻到以后 上根气人 身体力行 就不会带多了 言夫子 得一善 则全权福音 言夫子的是 儒门最好的代表 他有机会做官 他有家贫 你说子贡 夫子的时候 家里钱多 那么 有没有工作 都还无所谓 那言回言夫子 死了连官果 都不够齐全的人 可是他还 视名利如必喜 所以他是我们修道人 最好的一个楷模 所以孔子曰 终人以上可以以上 终人以下不可以以上 一个人根气 如果好 你可以跟他说 可以引导他的 你不去引导他 这个叫做 失忍 你跟这个人 失之于交臂了 可是这个人 他对于道的体悟 或者他的言行举止 你讲他是没有用的 你硬要讲他 最后你得到反效果 这个叫做失言 不该说的你说了 我们人如果没有智慧 常常就在失言失忍当中 有没有 我们就懊恼 我们就跺脚 这就是智慧 没有彰显出来 所以上根气的人 求道以后 勤而行之 你看我们 各个主线 道场的老前人辈 前人辈啊 还有点传师辈的 道老 报道奉行 他们都算是上根气 我们现在修到舒服啊 中午弄那个杏仁茶 还要拜托各位前邪 责任负起啊 烘的核桃 也要拜托大家 不要忘记啊 我们的责任负起 都落在吃这个区块 吃香的喝辣的 可是你要知道 老前人辈 前人辈 那些点传师 早期台湾开荒 国外开荒 哪一个像我们这么安然的 没有 那个如果不是真的 趁愿再来的话 他怎么能坚持到底 你说我来佛堂 最起码吃一段好的料理 过去没有好的料理 因为豆包就是唯一的什么 唯一的变化 所以过去道场 真修实力的人很多 求道以后 不论修道多久 他都能够沉道而去 当大道在开放的时候 有没有 外在的环境 没有那么所谓的艰难 真修实力的人反而少了 居心叵测的来了 用道场做生意啊 你家他不做生意 哎呀我们难道就不要吃饭吗 都有一些 似是而非的言论在里面 怎么去左右了他 他自己不自觉 或者来到道场争名夺利 这些都是我们讲 劣根性的人 终是闻道若存若亡 上中下三个根器 我就在思维 我们落在哪里 各位前嫌 我们都落在 中根器这个地方 我们听闻道以后 纯就是 处在顺境了 觉得道好 我应该要报道奉行 什么时候你的道心不见 遇到逆境了 遇到挫折了 前辈子骂你了 你受了委屈了 或者日常生活里面 身体有了变化了 或者经济什么 有了所谓的困难了 你的道心就转了 我笑了这么久 怎么还会遇到 这些不幸的事情 我们多半是中根器的人 所以这些之所以有问题 就是在于 货业没错 你不了解 我们有我们累世的业力 只要我们诚心修办到 你一定有一个好处 那叫做众业轻报 但是不能说不报 如果不报 它还有天理吗 可是如果我们连那一点 所谓的轻报 我们都不愿意去承受 我们都有怨言 那表示我们对于 意理认识的不够清楚 意理认的不够清楚 我们的志向就不够坚定 所以前两天国外的道卿问后学 贪嗔吃三毒 为什么讲吃所犯的罪是最重 我说很简单 贪跟吃贪跟嗔 就是来自于你对意理的不明白 吃就是你对道理不明白 它所产生的无名 所以才讲祸 吃就是祸业 你如果不是对道理不明白 你真讲不变 好坏不分 你怎么会造作出不好的行为呢 那个业就是行为 有了行为就会有 后面有恶果成报 所以才讲多文为入道之本 因为正见破邪见 正见除什么 除所谓的吃货 所以我们来人世间 第一个不是先破修道的话 要正虚脱还果出果 让自己立于胃不退 你第一个小谷虚脱还就是你对意理明白 我有正见能够破我的什么 邪师 邪祸 你天上人间再来历练的时候 只会步步高升 没有往下沉沦到三恶道的机会 可是现在的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阶段 所以再来都有可能因为外在环境的一个影响 超出了我们自我控制的能力 我们就随波逐流 我们就每况愈下 所以前嫌一定要给自己种下很强烈的那种 那种观念 要不间断的叮咛自己 不知道我来生来世处于什么空间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凡备于良心本性 凡会障碍我道心的事情 我绝对不碰 你要不断的这样子在阿赖爷种植这样散法 那么即便现在没有猎鱼进步道 为不退 那也可以蒙介的这么强大的一个善念 你来生的时候 你很快的回归到正道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发愿 发愿就是祈求佛菩萨 他能够在我们将来再来人世间学到的时候 他能够适时的伸出援手 把我们再牵回到什么 牵回到这个 这一生所行走的修半道的路上 所以中世文道 道心会时有时无 因为对道理不明白 所以身外的明文立养 心内的弃恩子爱 还有很多的牵挂 前几天因为今年都没有出国 往常我每一年几乎有两个月在国外 或者课程比较多 到外地去讲课有没有 会停留个三四天两三天 今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在家里面 我张兄就讲 有你真好 因为回家有没有就不用做饭了 就完全料理了 我就笑一笑 然后吃完饭就跟他提醒 我说他有一个危机 当我们太黏着的时候 他对我们的未来是有影响 你要走 我要走 你就舍不下了 所以还是要道物恢复运作 我们能够 聚少离多 然后慢慢的你习惯这种生活的模式 那将来任何一个人先走的时候 你就没有任何的所谓的挂碍 我张兄就看看后学就没有讲话 就笑一笑 各位前行 这是我最近的体悟 我们人在凡夫地 修在家修 我们要做一些正确的事情的时候 可是我们很难掌控自己那颗心 有的时候一过就黏着了 我一直在我的生活里面 去找到一些警钟 让自己不要处在顺境里面 迷失了自己 下世闻道大笑嘴 那个求道以后 过门不入的 有缘无分的人 其实就是下世闻道 他不信这些 求道这么好吗 天榜挂号地府除名 是你说的 你拿给我看呢 是不是 谁也不能够拿出证明来 那为什么会如此 因为我们一路在学道的过程里面 他强调我们不要追求假乐 不要追求明文立养 不要追求身外之物的一个享乐 所谓的感官的一个什么 一个需求 意信意的要满足他 要回归到道德田代 所以菜根也香也甜 一般人讲 那不追民族利 那你活在人世间干嘛 你要吃香的喝辣的 不就是要名利跟你相衬托吗 才能够想要什么就拥有什么吗 这是因为人生价值观不一样 所以我们学到以后 你常常要听的一堂课 就是人生的真谛 我们来到人世间 你的目的是在于哪里 只是为了传宗接代吗 还是为了吃香喝辣的 那请问你 如果我们是把自己定位成 生命的本质就是如此 我们凭什么做万物之灵 你灵在哪里 小狗小猫 哪一个不吃哪一个不喝 哪一个没有生儿育女 你看过那个小鸟 繁衍下一代的时候 那个公鸟母鸟 是如何辛苦的呵护 它的下一代吗 母鸟去飞去雕小虫了 公鸟守在槽的旁边看 公鸟飞了母鸟在旁边 它永远不会两个人一起飞 让小鸟在那边 处在危机的状态 多可爱啊 可能我不是了解得很清楚 可是因为我家门口 我家的那个盆栽 刚好有那个鸟在里面竹巢 生了三只小鸟 所以我从它生蛋 到抚育孩子 到它搬家 其实鸟比我们人类还辛苦啊 因为它竹巢是一根一根的在竹啊 它不是我们呼朋喝油 有没有 大家来帮忙用机器啊 拌水泥啊 有没有 它是要一根一根的 你看竹那个巢 要多久的时间啊 所有友情众生 哪一个不能传宗接代 哪一个不要吃喝拉撒碎都有 所以我们灵就是灵在 我们可以决定自己的未来 其他万物不可用 所以这个道理 如果我们没有根深蒂固的相信 那么即便有缘可以接触到 圣人的毅力 我们也会弃之如必喜 所以在世尊谈道路里面 天然世尊讲 他说读书人不信道的原因 第一个 文字帐 所字帐 认为自己学识很饱满 所以看不起那种 所谓的无中生有的事情 他不相信 第二个 门户之鉴 自己都觉得自己修行的法门 是最高尚的 所以站在自己的位置 看不起其他的一个中文 这个叫门户之鉴 他不知道圣人所讲的道理 并没有高下之别 因为他都是投众生之所好 满足众生的一个需求 可是因为我们不明白这个 有了门户之鉴 所以白白错失了 别人可以接引我们 成就我们的机会 第三个 避于世欲 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 其实多半的我们是落在这个区块 欲望太大了 要的太多了 我们在读三明主义的时候 谈到 人的需求分为三个 第一个生存的基本需求 就是十果腹 一臂体 这个叫基本需求 这个基本需求 我们走修道的路 我们也要 第二个叫做舒适 第三个叫做豪华 那我们现在是落在哪里 我们都落在了舒适这个区块 然后我们都期盼 永远豪华 这叫做欲望的不止境 那欲望这么多 你就耗费了很多的时间 去堆砌这些金银珠宝 没有这些财富 我们就不能够建筑自己心目中 那种风骨啊 古往经来历史上 多少吃香喝辣的人 位高权重 但是谁知道他在哪里 如果不幸的为了追逐这些东西 又做了违背天理良心的事情 曹操啊 勤快啊 董卓啊 这些 李林普啊 不都是我们可以引以为鉴的吗 所以下世 就在于追逐是乐 没有办法分辨真假好坏 不孝不足以为道 也正是因为有这些根气不够烈的人 他们倾呼了道的一个可贵 才显现出道的一个尊贵 如果大家都能够一视同仁 反而就显现不出道的尊贵 你看姚舜时代需要道将活宅吗 不用 因为姚怎么做 舜怎么做 他们就跟着学 你看那个舜要教人家扬起 那个退让之风 人家捕鱼 他占一个好位置 然后第二天他把那个好位置 不是第二天 那个有老人来的时候 他把好的地理位置让给老人 他退到另外一个地方 他永远把好的位置让给后面来的老人 久而久之有妙 别人都跟他学那个年轻力重的 都把好的捕鱼的位置 全部让给老人 因为老人身体比较衰弱 跟年轻人抢不过吗 他能够带动这样风气 那各位前嫌 如果现在这个时代你忍让呢 他就弄头穿过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就不忍不让吗 没办法 你还是要忍要让 因为那个是训练 我们心量的一个宽广与佛 所以姚舜那个时代 你要这样子去做就做好了 就可以带动国内的百姓 有没有 上行下效 到我们这个时代就难了 所以当我们没有办法进化别人的时候 我们就灰心嘛 你还是要弃而不舍 那弃而不舍的动力在哪里 是我怪到我自己 因为我生不休 所以我家不齐 我国不治 我天下不能平 就是因为我自己的德不足 所以我才不能够大德川流天下 所以我不着眼在别人人心的可怕 我把它回过头来 看自己的德不足 所以当务自己 如何让我的德能够川流一生 川流一生 沉于中行于外 我才足以感化别人 所以并不是我们对照 现在跟上古时代人心不古 那我就不要忍让了 我们知道事实的真相 来自于道德的低落 但是为了要堆处 要催促自己在修行的路上 不论再艰难的一个 所谓的事态之下 我度人的心不要动 所以我把自己的不成功 归注于什么 归注于我的道德修养不够厚实 所以我不能影响别人 而不要说别人的根气不够好 所以在62章后面会研读 立天子至三宫 天子跟三宫 这些都是一个国家里面 权势地位最高的 虽有拱并已先世 过去送礼 有个先到的礼物 后面众礼就在后面 你给我再高的权势地位 还有财富 不如坐进迟道 那个立根气的人 就认为道是最尊贵的 那中根气的人 像我们 如果在不断的研究圣人意理之下 我们也明白道对于人生 他所居的重要的位置 我如果有道就等同于 我这一生利于不败 未来生的光明是可以期待的 那么很快的 我们就能够淡化身外之物 我们对他所投以关注的时间 跟心里就会越来越少 所以建言有之 明道若昧 所以建言就是古人有说 说什么 就说了后面的这些话 一共13句 就告诉我们 一个身内有道的人 能够体会道的人 他在修道的过程里面 道的作用在他身上呈现出来的时候 他的气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明道若昧 就是一个明道的人 灭一分无名 长一分智慧 他的聪明才智 绝对不是一般人可以比拟的 佛陀有寿命通 我们一般人有吗 我们连中午吃什么都不知道 是不是 我们别人连别人想什么 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才会同床异梦啊 才会两代代沟啊 跟我们最亲的三人关系 因为我不知道他想什么 所以把那个关系经营的就是 千疮百孔啊 人的关系会不好 就是你不知道这一方想什么 那一个真正明道的人 无名灭智慧险 可是他行出于外了呢 因为他谦虚 因为他低下 就会让你感觉 这个人好像傻也不懂 也就是大智若愚啊 为什么 因为他不锋芒必漏 他寡言寡语 他不是很多事情都一定要多讲几句话 真正明道的人显然常智 智就是智慧 明道的人一定有智慧 但是他也一定 那个仁德之心出来 仁德之心会爱人跟敬人 所以他懂得爱人跟敬人 可是他那个显发的智慧 他会把它隐藏起来 那个隐藏也不是刻意 只是他不会锋芒必漏 我们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因为我认为我很聪明啊 所以你的意见不值得看重啊 听听我的 就会让你事半功倍 所以我们往往会坚持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我以前会坚持一些事情的处理的方法 就在于我那种自是自己聪明嘛 那如果一个真的明道的人 他没有仁德 他显至常人呢 那就很可怕了 大奸大额之辈 你看曹操 很够聪明吧 是不是 他的下场在哪里 他有仁德吗 没有 他对人的好 都是为了要自己的目的啊 要留住一些人才 为自己打天下的 他是完全没有仁德 所以他说宁可错杀一万 不可放过一个人 这多么没有慈心啊 所以修道人要显然常志 不要锋芒毕露啊 所以古德讲 持阴宝泰 为在浅德 你可以处在最高的地方 而你在最高的地方 不往下堕 不往下沉沦 就在于我们懂得浅德 就是浅尝 不要让自己锋芒毕露啊 不锋芒毕露 就是不处处彰显自己 要比人强 比人高的意思 我才不过来的 我必须想说